高雄一间国校营养午餐遭家长控诉 让学生都吃不饱 有家长反映学校的饭量不足 饭后水果也少得可怜 对此校方澄清 新进人员还在摸索 加上物价上涨 饭量才没有拿捏好 新鲜食材切块分类 接着下锅烹煮 最后出炉分装 就成了营养午餐 但竟传出高雄有间国校饭量不足 让学生都吃不饱 秀出营养午餐组合 其中不但有菜有肉 甚至饭后也有甜汤可以享用 每餐都有营养师把关 不过却有家长投诉 分量似乎不太够 不仅饭只能盛一点 草莓每个人还只有三颗 对此校方紧急改善 2014年姐好会吃 我都会多增加 额外备更多的一个饭菜的量 那就可以让小朋友到我们的办公室 或厨房这两个地方来做 补足的这个部分 学校表示分量问题出现在2月底到3月 当时新厨房才刚启用 新进人员还在摸索 再加上物价接连上涨 如何在有限预算 让学生吃得开心 吃得爆也伤透脑筋 鸡蛋的部分 还有一部分的食材 都有往上调涨 这学期 我们从42块就调整到46块 我们能不调 就尽量绝对不会调 如今经过相关会议 多方讨论 材色及饭量都有调整 也将严厉调整午餐价格 同时配合教育局的抽查 毕竟成长期餐餐都重要 尤其是天天吃的营养午餐 更是得高标准处理 将学童需求摆在第一 记得前观众出品 都什么什么的咯